昨天晚上跟一个陕西的大哥聊天 他目前在成都聊什么呢 聊到了他要让我帮他卖一个车 这个大哥这个车啊 是一个德国的进口车 一般人卖车的原因都是因为 不喜欢这个车了 而这个大哥卖车的原因呢 是对这个车非常非常喜欢 不是不喜欢是很喜欢 那么很喜欢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卖这个车呢 我跟这个大哥问了一下 这个大哥说出了他的苦衷啊 这个大哥说我要换一个字形 一般的人呢是从字形换头卦 而这个大哥要从头卦换字形 然后我就问这个大哥 我说你换的原因是啥呀 他跟我说 他说我仅仅五十七 开这拖卦呀 时间长了 我一累一天了 我没办法跟你嫂子换着开 没办法在后面去歇一会儿 而且老在前车的空间里坐着 也感觉比较累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还有别的原因吗 他说兄弟还有 就是我有糖尿病年龄大了 这个糖尿病啊 还有其他的并发症 就导致我经常要上厕所 拖卦房车这个上厕所这个事不方便 不像说自行式房车 想上厕所呢 还能直接就到后面就很方便的去解决一下 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个的原因是啥呢 你看啊 这个大哥是五十七 我是四十一 这个大哥有糖尿病啊 各种的病发症 我的身体呢 相对来说还好 所以我就在 我就在琢磨一个话 一个 我就有一个想法 你说 房车旅行跟身体有没有关系 房车旅行的 幸福与否 就是他这个生活好不好 跟你这个身体的情况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身体健康的人呢 开车也没问题 也不会有疲劳感 然后到各地呢 看风景 也是看山是山 看水是水 就会非常的有获得感 但是一旦年龄大了 你的这个身体各种的病也来了 开车的驾驶感受也不好了 看景色的感受也不好了 就是整个旅游的体验感就会变得不好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 从这个角度说 你说是不是玩也要趁早啊 但是哪有那么多人有时间玩呢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 那我在想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咱不是富二代 不是非常有钱的情况下 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抓紧抽时间玩吧 我有一个朋友叫冯某某 他就是平时是公司的高管 但是呢 每到周末 每到假期 都把这个年价凑不凑不 带着孩子出去玩 玩这个事 有的时候他确实是不等人的 那我觉得冯某某 我这个兄弟的这种方式就挺好 你说是不是 叫啥 玩也玩了 工作也没落下 经常人说 哎呀 等我退休 等我这个什么什么时候 你退休的时候 那你还 你玩的心情和玩的这个体力 获得感能和现在是一样的吗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是吧 所以啊 在这呢 我也奉劝咱们列位一句 就是关于玩这个事 无论你是房车旅行也好 或什么 其他的一个游玩方式也好 抽点时间吧 我现在最大的感触就是玩不能等 这是我现在的最大最大的一个一个感触 然后因为咱们刚咱们刚才聊的时候其实也涉及到了一个话题 就是到底是自行室房车好 还是拖挂房车好 也经常有车友问我 说老万到底是自行室房车好 还是拖挂房车好 通过这个例子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哪有什么真正的是这个房车好 那个房车好的 适合你的房车就是好的 你像这个大哥 适合他的房车就是自行室房车 那他买的本来是进口头挂房车 那这个进口头挂房车品质没问题 但是不适合他 人生在世掐指算 总共三万六千天 这个赵本山老师说的好 有些事啊 你不做有些时候可能就真来不及了 比如说孝敬父母 比如说身体好的时候 带他们出去看看 自己也出去看看 身体好的时候自加油 别到将来身体不行了 开一步就累了 是吧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啰嗦这么多 我今天到没经每家 然后是去德发 然后是去宗宗豪卧 然后是去徐州的营业 就是我的老万 走进房车厂的第一季 现在已经开始了 已经正式开始了 期待我每天晚上七点半的视频吧 然后没关注的给点阳关注 已经关注的了 别忘了给老万评论评论 很重要 谢谢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